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媒体朋友 先生!大家好 还有我前部的我们原历的主任大家好 今天正对我们进法无赏的议题 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视 而且我上任以来 这次我第一次招牌记者会 由于不实的指控 所以我必须要跟我们前面的主人 来面对面来指控这些不实的谣言 我们对全国援助的议题 每个对议题我们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进法铺上 从三万块提升到六万块 原因就是目前我们全国反观 我们看到物价值做的上涨 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困难 包含原物料的上涨 也造成我们主人非常困难 所以今天我们会针对进法铺上 我们在三月二十七号 我们就已经是提案 本席是提案人 本席提案人第一个是由黄仁提案 包含卢宪一 郑天才 苏清浅 我们四个人在三月二十七号 就连快地把进法铺上提升 为114年的议院一号 希望针对第三条包含第六条的这个部分 来提高进法铺上条件 所以今天会有其他的不实的指控 这个是分化我们研究的团结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地方来跟我们全国的媒体做一个说明 也指责这些指控 不实的指控 我们欲议讨伐 我们在这个脸书里面特别提出 所有的针对原著名的立委里面来讲 唯独我没有提案 这边都已经很清楚的 我们在三月二十七号就连快四个人提案 四个人提案就是本席黄仁 郑天才 卢宪一 包含苏清浅以下 就是我们所有支持我们技法补赏的连属人 之后在进行讨论的时候 还会有其他的原著名的立委加入 来连属我们技法补赏 所以这个不实的指控 我们江小姐还有罗小姐 我们亦以讨伐 因为我们在国会 我们每一个一言一醒 都会让国人注意到 我们是不是针对原著的立体里面来争取 我们每一项不管是花冬快 不管是佛道六 我们都一直是很用心 为我们花冬的整个的建设 包含这一次的赈灾 我们一直都非常关心 我们花莲的赈灾的乡亲 我们希望把花冬快的这些条例 包含国道六的条例 包含我们环岛高铁的立场 我们尽数的岗位通过 这是以上本席所表达的 我们待会我们到中山的第一分级 来做一个报案 来提告江小姐包含罗小姐 这不实指控造成我们民主民团结的分裂 我们应该予以讨伐 而且要神之以法 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